犯了错就要被罚,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比如在中国闯了红灯就要扣6分 还要罚钱,违规停车也要罚钱 但是你知道国外那些老司机违反了交通法规 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 一起来看看吧 No.10 印度尼西亚,违法替光头 印度尼西亚的老司机要是严重违反了交通法规 要是严重违反了交通法规 要被剃光头 没错,剃光头 可能是让它重头再来吧 怪不得印度尼西亚很少有女司机开车 No.9 新加坡三次违法就边刑 边刑这有点太可怕了吧 感觉像是中国古代 谁要是享受完这个边刑 估计没有个半年一年的都坐不稳吧 也正是这样的严厉惩罚 使得新加坡的交通事故率很低 No.8 连巴嫩,违章停车,扎轮胎 小编模拟侠政府的语气 开车违法,那你就是不会开车吗? 既然不会开车,那就别开了 我帮你把轮胎扎了吧 No.7 阿根廷,违规罚焦汽油 这个感觉和罚钱差不多 反正都是经济处罚 要是罚喝汽油,那就绝配了 No.6 美国,酒驾要看师姐 真的绝了,让你知道酒驾的危险 因为酒驾真的对家人,对自己,对行人极不负责任 给老美点个赞 No.5 劣质敦士灯,周日不许开车 这都不算是惩罚了,咱们线号这么严重 比他们这个惨多了 No.4 奥地利肉眼盼超速 交警说,我说你超速了,你就是超速了 别和我逼逼 唉,也是心疼奥地利的民众 No.3 马尔他,靠阴影一侧行驶 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开车 必须靠着无阳光的阴影一侧通行 所以导致上午是靠左行驶 下午则需要靠右 那小编想说,晚上怎么办啊 今天怎么办呢 No.2 英国,解决内急有规定步骤 就是下车,对准后轮胎,放水 这样就行,其他的方式都要罚款 No.1 德国,裸体开车是合法的 我想去德国,不要拦我 说不定就在大街上看到真的老司机了呢 面对这样的奇葩法令,你有什么想说的呢